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各位就是 如果万一你 找图 找不到关键字 不知道用什么关键的时候 该怎么做 那事实上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用过这个 找图的方法 对不对 那么我这边呢 我来找一个 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用Google的 好,Google的图片 还有没有谁要call的 里面有个随意组织 好 平常我们都一定是这样 就是在这边打关键字就找 对不对 但是像我刚刚讲的 万一你这个 就是 不知道 这个 有印象但是 不知道关键字是什么 这张图 不知道该 是谁画的 你如果说 连 什么派也看不出来的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 我找一张 我来找一张 图片给你看一下 好 假设这里有一张 这里 请问 我如果想找类似这种图的 该怎么找 你想用什么关键字找 我可以先问一下吗 看到这个 卡通 好 不错的概念 卡通等一下海绵宝宝就跑出来了 我们家现在是不太看了海绵宝宝了 我们看 甜心格格比较好看 请问 要找什么 滑水 海 海边 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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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慘了 这样 你如果找我 我也输了 哈哈哈哈 我来找给你看 好不好 来 我们试试看看 好这张我就先关掉了 所以其实你要找图很简单 这样子 这样子 你看 这样就找到了 有没有 这样你知道怎么做吗 你有没有听过 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你回头想一下 你在网路上 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哈 哈 你在网路上啊 有没有听过这叫人肉搜索 哈 这个 这个家伙 然后呢 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要找出他来 虽然这侵犯个人影子 但是 你新闻上都有看到画面 都知道这个人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而已 对不对 照片 扣上去 很可能就找到了 另外 其实这个还可以利用在哪里 找大途 我最常做这种事情 比如说我现在 你有一张图要用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萤幕上看的解析度是比较小 今天如果你把网页印出来 雅色字列印出来 有些时候我们发现说那个品质不是很好 或者你要做报告的时候 我是要品质 比较高一点的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拿你比较小张的 去到网路上 找看看有没有 比如说你是照片 我就找看网路上有没有比较大张的 因为我们利用Google搜寻的时候呢 他除了 你看这边 除了这个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以外 这里有没有一个大中小 对不对 你可以去找 甚至呢 你可以 他很好玩的 他还知道说你这样丢进来之后 他知道你这个大概是儿童卡通 有没有跟刚刚的关键字不太一样 对不对 而且你们会发现前面有没有多的这张图 平常我们在找的时候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那你这样一找 事实上你找了这个之后 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往下走 你就会发现 原来这张图里面的 不只是找图 而是跟这张图有关的网站 通通找出来 对不对 会像这样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地方 我去找中型的 大型的 这样去找 你就可以找到更多 那一样的 除了 找大图以外 我还会 把它用在哪里 用在这边 用 抓影片的画面 像我刚刚讲的 电视新闻上 假设他是播报的 播报的影片 我就把那张抓下来 去怎样 抓影片的画面 找资料 看看这是谁 哈哈哈 对不对 一样的啦 所以 你可以像这样 那么 你要做呢 很简单 但是我记得一件事情 谁都可以 就是不能用IE 因为IE不支援这种 拖曳的方法 好不支援这种拖曳的方法 那你可以看一下在这里 我把这个 像这样 如果你万一你这个是放到最大的也没关系 你就按着他 拖曳 先拖曳 滑鼠拖曳 我们知道Auto加Table 是不是切换应用程式 对不对 切换应用程式 你就切换到Google浏览器 所以 法鼠不要放开丢过来 这样就好了 他就自动把你传上去了 丢到上面 自动把你传上去 那另外呢 如果说你觉得 我不太会用 这样子切换的 那你也可以 用这种方式 就是 你把你的这个 档案总管也好 就是先像我刚一样 先开好 两个刺创事都看得到 这样丢过来也可以 好这样丢过来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这是第1种方法 第1种方法 再来呢 如果你找到这个图之后 我可以去看看 所有的 你看我们 假设你找的是儿童卡通 我用搜寻的 好这是找图 找到很多对不对 那 我再找找这些好了 这样 可以看到更多 那么你每一个滑过去 如果你发现儿童卡通 我还想找 跟这个比较相关的 其实知道他变大了之后 你把滑过 按着不要放也可以这样丢进来 等一下 我找了我要找图片 好滑过去 按着丢进来 有没有 原来Google也可以这样用 只是 这种方法像大家比较不知道 事实上出来 有一段时间的 有一段时间 所以 如果说 你已经知道关键字了 我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 我 打关键字之后 找图 找到之后 我想再找跟他相关的就直接丢进来就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所以这个是 比较特别 那当然搜寻工具里面可能这些 应该大家就比较有用过了 好就是 你可以找大中小啦 然后图形的类型 是 外观相似的 以图搜图 或者外观相似的 像有些时候我想 我会找一些什么 跟他 接近的 好跟他接近的 然后呢 我会再找找 有没有任何色彩的 还有时间上的限制 这个 所谓的搜寻工具里面 还有更多 更多这些选项 你就可以做更精准的 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我会找找 有没有那个 黑白的 找好之后 就 给小朋友拿来当画画用 哈哈哈 不然我就会用影像处理 把这个彩色的 再把它变黑白 让小朋友去涂 因为小朋友还蛮喜欢画画的 所以 这样OK吧 你可以试试看看 好不好 先去看看 看你要脆吧